啊啊包心 喂... 放醋影片 这一集你们下一集才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 GORAS TUNTER oss GDC4的小高 那如果你是在找一支 這家的價格 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 親民的 而且又要耐用 然後這個品牌 又是一種 大品牌 就是不會過時的 這一種手錶 那么吸铁层Citizen这一款潜水表 外形的这个机械表 小刚相信一定符合你的这个需求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售价 它这个价位真的是 原价还没有折扣前的售价 才马币一千块 就是一千块出一点的 一千多左右而已 那你就能买到这一种原厂所推出的这一种 现在目前它有出的这个 非常火的这个TIFFINY TIFFINY这个表盘的这个配色 当然有一个这种黄色跟这个白色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这一个才是重点 这支表其实在好几个月前 已经看到国外的一些表友 一些频道就有在做过这个介绍 那等了好久终于来到马来西亚了 所以小刚现在要借这个机会 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实测一下 玩玩一下看 到底给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那除了有这个非常受到欢迎的 这个TIFFINY的这个表盘 另一款颜色就是黄色 那黄色给人就好像是一种超跑 这种SUPER SPORT CAR 那种赛车那种元素 看下去就是非常的热血 还有这款就是雪花白的这个表盘 这款搭配这个 宝蓝色这个表圈 我个人真的非常的喜欢 刚好我那天就是穿着这个白色的衬衫 感觉真的是瞬间 整个人非常的稳重非常的耐看 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我这个白色的衬衫非常的搭配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高级 这款白色 那这支售价其实才刚小刚给大家看 马币才1000多 不到1500 也不到1400 那可是可以给到这么完美的这个配置 相信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他的手感做工会不会太差 那小刚我刚刚开始 也有这样学的这样子想 那知道我哪上手把玩的时候 感觉就是竟然能做到如此 这个扎实简单又好看 尤其是他的这个表圈旋转 回馈的这个手感 他对这个声音啊 哇真的是明显比物门这个啊 要讲他对手啦 同时对手来讲这个进攻 Saco 5sport真的是好太多了 那而且这个价位啦 虽然他入门了 但是表圈旋转的这个声音哦 这个每个歌是给出你120个的哦 那小刚敢讲啦 旋转起来哦 他的这个手感 甚至除了比这个进攻 Saco 5sport来的好 甚至比我自己的这个Saco prospect啊 这个鲍鱼金贵啊 更加的扎实哦 真的是非常推荐入手前 可以去试下玩玩哦 看看小刚我有没有骗你啊 那规格是一个43mm啊 不锈钢材质的这个表克 那小刚测量大概是在42.5mm左右啦 那表尔到表尔总长度是在50mm准哦 那表尔没有超过50mm 也是非常赞的这个数据 表带的宽度是这个22mm 而且他的这个主要小刚想提一提哦 他厚度只有12.5mm左右啊 这个以潜水表外形的这种表款 这个数据啊真的是算薄了 哇这个非常的赞哦 那表尽是这个矿物玻璃啦 这个mineral crystal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 如果怕太容易挂伤的话 可以自己贴上这个钢化膜 这个玻璃膜 那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啊 你去这个这个某宝那边就可以找到了 那这个表冠条时间是推拉出来的 但Ct刃还是一样啊 确保这个防水能高达日常使用的这个 100米的这个等级哦 那表克到钢链整体啊 都是采用这个雾面磨磨砂处理哦 呃不容易沾到指纹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哦 那表盘可以看到他的质感是那一种 喷砂的效果哦 他不是那一种我们一盘 呃他的这个一体式链带看到那一种 呃这个放射纹的这一种太阳放射纹的 那这一款呢 他因为比较sporty嘛 比较热血这一种 呃主打是这个呃潜水运动风格的 所以用了这一种喷砂效果了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表盘哦 非常适合用在这一种运动风格的款式哦 这个箭头式的这个指针啊 一眼看下去了 就真的是让人身上限速飙升啊 那整个表盘的设计啊 整个搭配了 就是做的非常的完美哦 那你翻转过来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底盖哦 还做了透备哦 是用了这个呃 细铁成自己自家 一款非常成熟 8000系列的这一颗入门的呃 机械表的这个机型啊 那也就是和小刚拍过这个 一体式链带那一款的机型是一样的哦 那当然这一款是潜水表的外星 可是其实我有点好奇 他售价 呃竟然比这个一体式链带那一款哦 低了那么多哦 哇 我不买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 哈哈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